两名选手重创 其中一名选手直接被落马 另外一名选手是麻痹状态 这更加显示出了折径选手的无比坚硬 就算你用这么如此凶猛的攻击打我 我依旧可以什么 稳坐钓鱼台 妥妥的 没问题 哇 这就是直接被打穿了 然后那个受到重创之后复活起来的 哎呀 这个折径选手有点慌了 你的情况有点不太妙 看能不能绝地反击 我相信你没问题的 连续的打击 那么折径选手这一次 第一轮就碰到大宝选手这位劲敌 也算是这个他真的运气不佳 因为大宝选手之前我们看的比赛当中 并没有看到大宝选手杀到最终的决赛 或者半决赛 反而是这个折径选手 屡屡几乎都要进入决赛 那么现在的情况 这两位选手相遇 折径选手被一下子可能打懵了 哇塞 他身上居然还有镜子 这样一个功能打下去 那不是直接飞掉的节奏吗 看看 功能会不会出手 功能没有出手 那还好 又套了个守护 或者光 对折径选手来说 现在确实非常不利 你要么就赶快把宠物放出来 要不然的话拖的时间越长 对自身又不妙 要么就赶紧把对方的给对方点压力 可是你宠物数量不够 给不了压力 这下麻烦了 折径选手这回合的功能会不会出手 哇 这回合的功能没有机会出手 反而是被对方功能直接击飞 如果这样的话 大宝选手这一波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吃到了属性之后 这功能的攻击是相当的猛烈 直接击飞 又是一波骑射 好了 那么上方选手果断选择了逃跑 我们继续看第一轮的比赛 这个呢 是风起云涌 对决 愣性小熊猫 哇塞 上方选手 这是一位妹子选手 一看这名字 愣性小熊猫 就知道 那下方的话 是一位叫做风起云涌的选手 还有这个